历史的新高 而随着需求的增长 全球的天然气价格也是随之暴涨 中国海关周六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11月份 液化天然气进口量达到了406万吨 同比上升53% 创下历史新高 而1到11月份 液化天然气进口累计上升了48.4% 达到了3313万吨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11月国内天然气产量 较上年同期增长3% 创下3月以来的最高阅度水平 天然气生产商家族马力 依然无法填补供需缺口 遏制价格的暴涨 短短一个月之内 国内液化天然气价格 从每吨4000元飙升至万元以上 榆林煤炭交易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 12月18号 液化天然气最高接收价格 已经涨至每吨1.2万元人民币 而国际市场上的液化天然气价格 也是同步飙升 新加坡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 在上周涨至每百万英热单位 10.26美元 创出2015年1月以来的最高位 几乎较6月初的5.141美元翻了一倍 这使得现货液化天然气价格 远远高于与布伦特原油价格挂钩的 液化天然气价格